像我自己本身的话 我指数型的ETF 我都是关注这四档 最近比较热门 大家会去讨论的议题 就是美债的相关的事情 开始会有一些针对于 债券型的ETF开始做 这个推陈出新 一早丁盘选好投资标的 也会在盘后做分析 Justin长期投资台股 有自己一套规划 对于现在最夯的ETF 也有涉略 不过大多是做长期持有的配置 像0050 它就是完全追踪 台湾的大盘指数 这种标的我就会去买进 那另外一种我就会可能买 它是比较能够做 稳定现金配息的 例如说0056 00878 或0073这些 这种比较老牌的ETF 那对我来说 它是一个可以稳定 做计配的 一个现金流产生的一个工具 在AI拉台之下 台积电 联电 伪创等等相关 供应链都有不错成长 再加上大型全值股 益柱下台股加权指数 在3月8号冲破2万 为台湾股市写下历史一页 除了其党各股受关注 指数型股票基金 ETF也是炙手可热 台湾市场ETF的规模 从2020年的1.7兆 到了2023年底 是增加到了3年8兆 而其中高股息就占了1.1兆 不过接下来4月 还有一档高股息即将募资挂牌 预估整个ETF的规模 还会继续成长 台股ETF资金规模 受益人数近两年来急速增加 主要是因为ETF低交易门槛 低研究成本 而且能便宜买进一大栏股票特性 吸引懒人投资的第一步 从过去0050、0056等等 高股息挂牌后 掀起一波热潮 今年3月更有两支热门ETF未上市先轰动 元大台湾价值高息 ETF4月1号正式挂牌 成交量爆破20万张 不过股价却跌破发行价 让申购者面临破发窘境 看到很多自救会的那些网民里面 他就拿去借钱 然后来投资ETF 因为他认为说有这样的一个价差 因为你保证8% 他觉得他是保证8% 然后你就去借一个1%或者2%的利息 然后你来做投资 就殊不知以挂牌破发 投资人可能会搞错方向 IPO10块钱 他对标是2万点的指数 所以他还是高 ETF除了杠杆星 反向型等获利类别 金融能源等产业还有高股息 半导体ESG不同主题 从2018年的100档ETF 到2024年已经有227档 其中高息ETF一共有19档 截至2024年4月2号 这些高息ETF总资产规模 高达1兆1671亿元 总收益人数达到495.7万人次 不过在丰满ETF 仍得留意追踪误差 折议价等等市场风险 就是说你在看ETF的这个殖利率的部分 我觉得要提醒投资人 因为最近高股鞋ETF 它标榜就是过去三年的 现金殖利率高达8%以上 可是你去看它的 你冷静去看一下它的成分股 那去看它成分股的这个殖利率 平均都差不多在3到4% 或是4%多一些些 所以过去是从8500点涨到2万点 那你这个过程里面 三年的期间涨了这么多 那当然它去给你的一个参考值 历史的参考值就会比较高 不过随着ETF指数越来越多元 类别也越来越细之下 也从最初的被动投资 又回到盯盘操作的主动投资 存股变标股 不过专家分析 ETF的投资多半仍以长期持有 比较符合投资效益 第一个你现在就有资产很大的 你去领这个月配息 或是领最近也有很多季配息的 因为你本金大 所以你领到那个配息 其实说你就可以过上不错的生活 你要适合资金小的 必须你现在很年轻 你现在很刚出社会 你或许可以靠长期去存 这些ETF 让你过上不错的生活 但是我最近就加上不错的生活 因为其实ETF它长期下来的平均报酬率 其实要超过10%很难 投资人不论是偏好买个股或是ETF 都得做好长期或是短期投资规划 才能分散风险 TVBS新闻 李煌龙刘云军台北 蔡蓬董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